富里乡丰南部落沿用日治时期建造的灌溉水泉 被列为世界百大文化景观之一 不过两年前受到风灾 农民无水可灌溉 去年0918大地震更是严重受创 如今农灾修复与文化景观两者如何兼顾 现一会农政小组亲自到场了解 并与专案协助部落解释问题 从日治时代沿用至今的丰南村 吉兰米带灌溉水泉 列为世界百大文化景观之一 两年多前遭受风灾破坏 无水可灌溉 去年0918强症严重受创 更是雪上加霜 农民反应争取修缮却碰上难题 我之前就跟那个水利局讲说 如果要应急的话 我只能用水管 先用水管 水管用好 改天有空再慢慢的去修复 我是这样的想 欢迎宪议会农政小组总召邱光明 二招哈尼嘎造与小组成员 专程来到现场考察 听取农民心声 随君灾修与维护文化景观 两者冲突 多位先议员也热烈讨论寻求解决 方面可以互相沟通 把这个事情可以圆满 尽快解决 因为成员已经两年了 期待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文化东西可以给它复原起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由于涉及包括了农水属农贯水泉 以及文化局水保局等单位 农政小组也乐于居中协调的同时 也叮嘱部落农民要团结一心 取得共识 在这个同时呢 回归到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族人 请你们一定要团结 你们才有办法 达成过时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 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帮助大家 我们部落的村长还有村民 还有地主 我们这个都必须还是要有一个 平台的一个会议 大家有一个共识之后 我觉得做起事来会比较顺 吉拉米代部落1到7号百年水浸毁损 15公顷面积的农地无水可灌溉 但也因为受到文化景观的限制 使得灾修工程遥遥无奇 文化景观与农产生计两者如何兼顾 部落两难 我们今天就这样的结议 我们回去以后我们组专案 我们专案组的时候 就可以邀请我们建荣业处 那两个问题 还有文化局 两个单位来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事先会给他这些资料 给他们了解说我们专案的内容 那叫他们提供 看你们更好的办法 更快的速度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现一会农政小组总召邱光明 会诊议员们的建议表示 将以专案方式协调相关机关单位 协助部落解决改善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是玉兰副理采访奏的 这个东西以为专案 就会变成2年 亦宜七年 还有关系四年